夜色之中白色游艇在海面上航行 企图冲撞海巡舰艇 海巡人员强制登船查到一包包的袋子 全是三级毒品凯他命 靠岸后调查局人员一个个把毒品接力搬下船 被查获的凯他命纯度达85% 总共四十六袋九百一十包 重量有九百零六公斤 可以供三百万人吸食 出估市值高达九亿元 运毒游艇预申号在去年十二月 与马来西亚附近码头出海 前往缅甸柬埔寨交界处 附近海运接驳凯他命 随即转往到越南外海附近 补给油品 超盆湖外海前进 企图把凯他命转运到境内 相关单位掌握勤资之后 会同美国马来西亚等国家 共同协助 最后在今年一月二十六号半夜三点 拦截成功 积压了陈信船长以及五名同伙 那我们分析出来他有三大特点 第一他看得远 第二他跑得快 第三他债得多 及时拦截没让大量的凯他命流入境内 危害社会 华市新闻参谋者林天阳高雄报道 你好我是宋燕铭 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紧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市新闻 YouTube频道 YouTube频道